欢迎来到Joy to the World,我是乔乔 那这一集影片呢会告诉你 面试的时候教授到底都会问你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你应该在面试的时候如何分析并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回答到重点 到最后呢告诉你在面试前到底可以做哪一些准备 那首先面试问题通常会分成两个 第一个叫做behavior questions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case questions 那首先behavior就是针对你个人所拥有的特质或经历去问你的问题 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当教授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仔细听教授到底想要什么 比如说他是要哪方面的特质哪方面的经历 然后他想问你的是你学到什么还是你如何解决问题 还是你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 那听完教授的问题之后呢 你就开始寻找可以对应到教授想要知道这些能力或特质的一些经验 那比如说教授问你说你在高中时期遇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那其实这个问题教授第一个想要知道的是 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解决问题之后你获得了哪些成长是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寻找你的经历里面 你曾经遇过最大的问题 以及你最后所获得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那只要你听懂教授到底要问你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你的素材就一定不会选错了 那接下来选完你要讲的素材之后呢 就是进入你到底要怎么陈述这个故事 那这里给大家一个原则叫做star原则 首先s就是situation你所面临到的活动或者是经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选定的经历就是我要讲我筹备一个大型校外的活动 那接下来第二个t就是task 也就是你在这一个活动当中你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 你要完成的任务 比如说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要在三周内组成三个乐团 这是我的任务以及目标 那第三个是a action 也就是你为了达成你的任务或者是目标所做的实际方法跟作为 那比如说我为了在三周内组成三组乐团 所以我在校内也办了一个小型的比赛 让大家可以比较有竞争力的情况比较愿意去练习 那除此之外也请了外面专业的老师来亲自指导 最后一个r result就是这个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最终成效 比如说我因为办这个小型活动让20个人报名 不但让我们达到三周内找到三个乐团的目的之外呢 也让学生在这三周内快速的成长还获得专业老师的指导 那最后呢就是要讲述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学到了什么 比如说这个短时间内要丑办的活动训练我到问题来的时候 我可以快速通整大家意见并仔细分析活动的目的 也展现我领导问题解决 以及能以目标对上去进行活动规划的能力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教授知道 你除了达成你的目标之外也训练了你哪一些能力 那如果你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成效最终没有达成的话呢 那你最后讲述的方向就要变成说 你要分析为什么没有成功 那你分析之后你所做的调整有哪一些 那调整过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即便是连到另外一个活动也是可以的 那用这样的STAR的方式去陈述一个故事 就会非常的完整 可以跟教授讲说你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你如何去解决它以及解决后的成果 以及你所展现的能力跟学到的东西 总归以上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听教授要问你的重点 第二个的话是针对这个重点去选出适合回答的经验 第三个是用STAR原则去呈现你完整的故事 那最后一个是展现你所学到的能力 以及你展现的特质 那接下来呢是Case Question 教授就是要藉由这些问题来看你的逻辑思考能力 以及你问题解决的能力态度以及方法 那主要有两个方向的问题 第一个是开放式问题 第二个是yes or no的问题 那首先开放性的问题的话 你回答的方式可以先说明你的结论 再讲说你推论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什么 比如说今天教授问你说你觉得电商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 那你首先要先说明你的结论 比如说综合我的观察以及我的经验 我觉得电商会越去娱乐化 这就是我的结论 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你如何推论这个结论 比如说因为下资讯爆炸的情况之下 大家的注意力是逐渐的下降 而我身边的同学其实平常休闲娱乐都是在滑娱乐性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电商要越去娱乐化才可以吸引大家 那这时候你就用很清楚的结论带到你的推论 然后再一次结论 让教授清楚知道你的脉络是如何来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是yes or no的问题 那这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要跳脱思维 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你要去分析这两个yes or no的答案 分别会对应到什么样子的情况 比如说那时候教授就有问我说 你觉得中盘商应不应该存在 那前面很多同学就回答 哦我觉得应该存在 或我觉得不应该存在 那你的回答方式就会变成 这应该依照公司的规模去决定 那这就是跟刚刚一样 先讲出你的结论是什么 那接下来就是推论的过程 那比如说如果这间公司比较大的话呢 那他可能需要中盘商去确认他产品的品质 但如果这间公司规模比较少的话 为了减少成本 他们可能比较不需要中盘商 那这样子跳脱思维 不是只有一个yes or no答案的方式 可以让教授对你的回答更印象深刻哦 那综合case question的话呢 开放式问题就是先讲结论 后续推论 那第二个yes or no问题 就是要跳脱思维 去陈述不同状况底下的对应情况 那接下来就是几个面试的注意事项 那首先是在团体面试的时候 你有把握的就先回答 那如果没有把握的 就先观望其他人怎么回答 那很多同学都会遇到面试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情况 那谨记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讲话 那如果你对于这块没有很了解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教授说 对于这块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是依照我的观察 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让教授知道 即便你不知道 但是你还是在对这一块 是有所观察跟自己的见解的 那如果你真的连自己的见解都没有 你就可以直接跟教授说 不好意思这一块我没有深入的了解 但在面试之后我会回去查查的 让教授知道 虽然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是很乐意学习的 那最后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 面试前到底有哪一些事前准备可以做呢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把你的背神看得超级熟 要把你的每一个经历 都可以用STAR原则讲述出来 并且去问自己你在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 你从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你如何解决的 以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展现的特质 或者是学到的能力 那在你超级熟悉自己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大方向的收集一些关于这个科系的专业知识 那这边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些相关的书籍 比如说因为我那时候面试的是商管学院 所以我就看比较跟领导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商人的自传 或者是跟未来趋势相关的 那看这些书都可以让我自己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思考 当教授问到我关于这个趋势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回答 又或者是从中思考 我可以从这些故事当中领悟出什么样子的道理 那我学到什么样子的东西 训练自己思考能力之外呢 也可以把这些当做你个人素材 那这就是我针对面试的分享 那我这里有整理一张 关于大学面试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的话 可以在我YouTube下方帮我留言说 我想要拿到面试的秘迹 并在IG私讯我 马上就会将题目传给你了 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现在很困惑的大家 那我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谢谢大家 拜拜